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ussoa一輩子其實是一個 Social Outcast 這個字是代表說 他是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 或是被社會驅逐的人 他是一個和社會 他被遺棄和被驅逐 可能也是他自己的選擇 那也是因為他對這個社會的一個 最根本的一個不滿 那這種Social Outcast的氣質 大概是Russo最重要的氣質這樣 我們這學期念的大多數的 政治思想家 政治哲學家 都沒有他這個氣質 大多數的人可能就是 像柏拉圖就是貴族家庭出生 那若克和霍布斯他們都 是大貴族底下的重要的這個模式 那馬基威當然就更幸運 很早就成為達官貴人這樣 不過他後來就很不幸的也入獄了這樣 但是如說 這個 這個 當你以後人生 遇到越不幸的禁獄的時候 你越讀如說 你會越有共鳴這樣 你如果人生大致上是順遂的 你看你從小到大的競爭 more or less 你是成功的 然後你進了太大 那雖然大家很憂慮未來的職業 不知道會如何 可是more or less 你的職業的情況 會比大多數人都好這樣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社會中 你會獲得的財富 然後一定程度的權利 然後一定程度的社會的肯定 你們已經獲得很多社會的肯定了 more or less 是穩固的 不會差太多這樣 如果你這樣一直下去的話 你就不會了解如說 但如果你有一天 這個 不小心被累 off 然後找不到工作一整年 然後你忽然失去了一切 社會原本對你的肯定 你發現你什麼都不是這樣 失業一兩年了 那朋友也開始躲避你這樣 然後父母親不斷的抱怨你這樣 然後你最親的朋友 他們也太忙碌了這樣 然後你也發現 朋友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那你忽然失去了一切啊 然後你這時候再讀如說 你就會非常而言 他在說什麼這樣 他在說的是一種這個 人類的文明啊 事實上帶給我們的是 一個很嚴重的創傷 那這個創傷每個人都有 可是大家可能不自覺這樣 所以你的最深層的同情心 最自然的同情心 最自然的很多快樂自由的那些 最原始的那些東西 事實上都在這個創傷底下 讓你沒有辦法去享有這樣 你看你未來一旦失業了一年之後 你這個世界其實就垮了 你大概覺得你一輩子就是 非常的不快樂 其實大多數人是這樣子的 那我有一些親戚就是這樣 40歲的時候原本很成功 忽然失業就垮了 那他一輩子就是 也不出去工作了 因為他覺得工作很丟臉 他之前是老闆這樣 然後就是躲在鄉下 然後就是生活非常的貧困 然後非常的不快樂這樣 然後非常的怨天尤人這樣 然後覺得這個社會都對不起他 那盧索會問你說 為什麼我們現代人 在這文明的發展2000年之後 我們會這麼需要這個社會系統 讓我們去 好像必須要去擁有一定的財富 一定程度的權力 社會地位 然後不斷地獲得人們的肯定 你會不斷地羨慕那些獲得肯定的人 羨慕那些擁有財富社會地位的人 然後你會不斷地想往上爬 那你一旦失去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覺得自己 根本上就是一個世界上最慘的一個人 你完全感覺不到自己是快樂的 然後完全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正常的人 那盧索會說 這個其實代表這個文明讓你生病了這樣 這個文明帶給人很深很深的創傷這樣 人最原初的原初應該是一個 非常非常快樂自由自在的人 你不需要任何社會的依賴 你就應該是一個健康快樂健壯 真誠自然的一個人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現在變成這樣子一個情境 那如說我也會想到我以前 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一樣就是 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考上了這個不錯的學校 然後進了太大這樣 然後那是一個台大很好的科系這樣 然後我們上有一個人 是我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他高中的時候非常出色 他是最好的高中裡面最優秀的學生 而且還選過 還當過這個班年會代表這樣 班年會主席這樣 可是他大一的時候啊 他忽然做了一個決定 他不競爭了 他覺得這一切都是這個 都是Bushet 他不想競爭 所以他不考試 他不認真念書這樣 但是他還是 不想被當掉 因為至少這個 好像還是學會還是需要的 他就不想競爭了 他覺得競爭對來說 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件事情 我從小有一個很深的一個感受 就是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這個 一將功成萬骨枯 對不對 你在任何競爭裡面你獲勝 底下就是一群失敗的人 那你的勝利 你目前的一步一步的社會程度 都是在乘在他們的頭上 那羅書會說 如果你還保有 最原始的這個同情心的話 你大概不能夠忍受這樣的一種情境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忍受這樣的一種情境 那是因為文明帶給我們這個很深的一個影響 或是創傷這樣 那你可以看看 如說他 他對我們這個文明的批評的一些語言 那當我們讀完洛克之後 如果我們 不仔細細想 我們大概覺得這個政治哲學 政治理由已經完成了這樣 因為洛克在想像的一個政治體系 大概就是我們當代的政治體系 我們有一個代義政府 可以去解治政府 我們有一個代義體制可以去解治政府 然後我們有這個革命的權利 可以在政府這個 做非常糟糕的事情的時候去推翻它 然後政府他 他執行的法律 保護大家的財產權 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財產權是自由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是你努力得來的 然後他是你的這個人生自由 身體自由很重要的一個根源這樣 我們大概會覺得 Modelize好像政治系統已經完成了這樣 當代社會好像就是這樣 那你最重要的快樂 事實上就是在政府 保護你的這個財產權的底下呢 你可以去享有這個 你靠著努力獲得的財產 再給你的這個享樂這樣 娛樂這樣 娛樂這樣 因為上帝是希望把這個自然資源 吃給所有人都能夠去享用它 所以享用本身 不是一件壞事這樣 所以你就覺得這個 努力帶來的東西我就想用它 政府保護我 這個是很很很很 很完全的一件這個 OK的一件事情 但是 但是羅克的體系裡面 大概有 兩支阿奇里斯劍 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大家擁有的這個財富啊 他是一代一代的這個傳承 遺產 傳承下來的這樣 所以我們也有提到 他最原初的那個取得 還有他在歷史中的這些交易過程 他們都是公正的嘛 大概大多數的過程 可能是一個掠奪欺騙 勾結 這個等等 這個 鬥爭 而且這個鬥爭可能是沒有法律 底下這個鬥爭這樣 然後累積到現在之後 有些人一出生就是這麼多的錢 那有些人出生就是什麼都沒有這樣 這時候就很明顯的區分 have and have not 所以有錢的人和沒有錢的人這樣 那洛克會說 你看嘛 如果剛開始他的取得是靠他的勞力 後來的交易是靠這個金錢的交易 所以他是基於統一的話 那他就是正當阿 所以政府就該保護這些 這些目前的這個財產的狀況阿 對不對 那這是洛克的一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很明顯是有問題的 這是洛克阿奇底事件之一這樣 如果現在目前的這個財產的這個狀態 政府花了這麼多的法律 軍隊警察去保護的這個財產的這個現狀 他過去有非常多不易的這個過程和累積和取得的這個經歷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那個是正當的 盧梭非常的在質疑這件事情 盧梭他大概是所有的啟蒙的政治思想家 第一個開始注意到 而且第一個開始主張真正的所有的社會的壓迫的來源是經濟 是財產權跟原是那個經濟體制 在他那個體制 在他那個時代大多數人都認為說 壓迫的來源就是那個專制的這個軍王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節制這個專制的軍王 問題大概就沒有類似解決了 大概就洛克的這個想法這樣 所以主要是在節制那個專制的軍王 那你可能也花一些法律去節制那些老闆阿 有錢人阿 就勞工法等等阿 OK 那就是節制某個專制的這個富人 反正我們法律主要目的 是在節制那個專制的那個富人或者是這個 富人已經很進步了 那個時代大概都想像是專制的這個軍王這樣 可是如果說他更徹底 他會這樣會說 沒有沒有 如果你仔細去看所有社會壓迫的 支配的根源的話 他不是那些富人 也不是那些軍王 這些都只是後來必然會出現的一個後果 有一些最根本的東西 是導致我們社會這麼不平等和支配 那些壓迫的最根本的根源 是在別地方的 然後那是我們某種經濟體制這樣 大家有沒有在讀他的富人的奇緣的時候 仔細去看說 一切惡的來源就在這裡出現了 然後那個是什麼這樣 對盧書來說 你如果要真正去解決這個社會 這麼多的不平等不自由支配剝削 然後讓你這麼的不快樂這樣 你要去找到那個最根本的根源這樣 那他寫的最重要的三本著作 就在提出不同的方法來去處理這個 他認為現代文明的一個最根本的這個 造成所有壓迫和不義和這個 不平等根源的那些東西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 你可以試著看看他描述的一個現代人的狀況 他說人是wicked wicked大概我們可以把它翻譯成這個很卑劣 邪惡 他是一個非常悲慘 又是一個持續的一個經驗這樣 然後我們是甚至不需要去證明這樣 他太明顯了這樣 然後他舉了一些例子在他的這個不平等情人裡面 大家應該有讀到 就是說 每一個人啊 他無限的需要別人來去幫助他 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慾望 每個人都需要其他人 富人需要 因為富人需要別人服侍他們 他需要支配非常多的人 然後享有他所有的這個便利這樣 窮人需要別人幫忙他 因為他就是需要生存 需要這個很多很多的這個幫忙 他才能夠維持這樣 所以大家都需要別人的幫忙 那可是呢 別人沒有什麼理由要幫忙你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其實就必須要去 強迫別人 可是你沒有辦法強迫別人 而且你也沒有太有興趣去幫忙別人 因為你覺得幫忙別人 對你來說幫助也沒有真的很大這樣 所以這時候你必須要採取的策略就是 你要去欺騙別人 讓別人覺得他幫忙你的時候 他也會獲益這樣 他覺得這是在一個這個 你需要別人幫忙的情況之下 你必然會被迫的一件事情 你需要去欺騙別人 讓別人來幫忙你這樣 所以他 這樣的一種情境 會在人的這個心裡面 開始灌輸一些這個 偷偷的就溜進了某些 慾望在你的這個心裡面這樣 這個慾望是說 你看第一個你會有那個必要 想要去欺騙所有 你需要他們幫忙你的人這樣 對 所以大家就要去做各種表面功夫 然後各種狡猾欺騙都會出現這樣 你需要老師給你好成績 那你就要做表面功夫對不對 各種各樣你需要的東西 你都需要去做表面功夫這樣 然後去欺騙這樣 然後你看 會讓別人進入一個非常激烈的一個競爭裡面 然後這個競爭對盧梭來講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他其實是零和的 因為你跟別人的這個競爭 雖然表面看起來是財富 是權利 是社會地位 可是他最根本最根本的那個 想要競爭那個東西 他用了一個關鍵字 大家這個可能也有讀到 就是amor proper 就是說每個人 他在文明的發展的階段 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就是最後這個農業 和野金樹發展之後 你有某一種愛自己的一種欲望會出現 然後這個欲望會不斷地被擴大 那這種欲望呢 是你活在他人的眼光裡面 然後同時呢 你又非常的愛自己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有一種炙烈的渴望啊 想要讓自己 在所有人的眼光裡面 都是在別人之上一樣 你想要去站在別人之上一樣 所以你去累積財富 累積權利 你的基本目的 並不是要去享受那些財富和權利 你一旦累積到了一個程度 你發現別人有更多 你會不會累積到的快樂就不見了 你就不需要累積更多這樣 因為你真正想要享有的是別人對你的那個 高度的一種這個羨慕 忌妒 然後你在他們眼光裡面 你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這個 讓把所有人都羨慕了一個人這樣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種活在他的眼光裡的自愛心 大概是所有這個惡的根源 大概也是一些少數的人類的善的事情的根源 比如說你想成為一個德性上高貴的人 事實上這樣子的一種活在他眼光裡的自愛心 它也是一種幫助 它也是它的根源 但是他帶來的惡更多 你看他怎麼形容呢 他這樣講 這個是在他的艾米爾裡面 他說這個 我們這些現代人 他只有能力 He is capable of living only in the eyes of others 我只能夠活在他的眼光裡面 He is forced to constantly compare himself with others 他被強迫要不斷的持續的跟別人做比較 He is happy because he owns the good he desires But he desires the good only because others desires it 你看他說 當他去擁有某個他想 渴望的東西的時候他會快樂 可是呢 他會想要去擁有那個東西啊 只是因為別人想要擁有那個東西 他的Design不是他自己的 是因為別人都想要那個東西 他才想要那個東西 然後他擁有那個東西的時候他就會快樂 但是那個慾望的來源 是來自於別人都想要那個東西 這個我經常舉一個例子 其實大家從小有經驗 就是說 大家在國小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班上可能會有男生或是女生是 非常非常收到這個大家 這個 愛慕和喜愛這樣 可是那個人通常不是一個 最漂亮或是一個最 最好看的一個男生或女生 通常是有一個人喜歡他 然後被大家公開了 然後就開始有第二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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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喜歡他這樣 你之所以喜歡他 是因為大家都喜歡他 所以一個被大家覺得 是這個大眾喜歡的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會不斷的跟水長穿高 因為當你佔有他的時候 擁有他的時候 你會獲得更大的快樂 因為他是所有人都喜歡的那個對象這樣 所以事實上你並不知道 你是不是因為這個人 真正他的客觀條件 而讓你喜歡他 你通常喜歡他 是因為你的好朋友喜歡他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去跟什麼是你真正的快樂 對如說來講 他覺得大眾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太強烈了 你的心是活在他人的心裡面 你是活在他的眼光 你完全 你只有能力活在他的眼光裡面 所以你就是這樣子 去產生你的這個欲望這樣 然後呢 his happiness lasts only before others acquired the same good as him 你用一件東西你的快樂啊 一旦別人也有的時候 你的快樂就消失了 你還想要有一支iPhone 5 大家都有iPhone 5的時候 你就覺得 啊 iPhone 5好像沒什麼這樣 對不對 你能夠想到你的快樂 就是在那一瞬間 別人也擁有他的時候 你的快樂就沒了 所以你看 he cannot distinguish between his own design and the design brought about by other's opinion 他無法區別什麼是他自己的欲望 然後什麼是別人的意見 帶來的這個欲望這樣 opinion decide his happiness and lose his life 其他的意見事實上是 決定他的快樂是什麼 而且統治他的這個生命這樣 without others affirmation, testament and respect he cannot affirm his sentiment cannot enjoy his happiness and cannot respect himself 如果沒有別人的肯定的話 沒有別人的證詞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肯定你自己的 sentiment 你的情感 你沒有辦法去享受你的快樂 你也沒有辦法去尊敬你自己這樣 he always living outside of himself is driven in frenzy for competing distinction 你永遠是活在自己的生命之外這樣 然後你有一種狂樂 這個狂樂是要你要去跟其他人去競爭 誰比較優秀 誰比較能夠被別人羨慕這樣 誰比較能夠被別人羨慕這樣 現在你就活在這樣一個處境裡面這樣 對如說來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啊這個給我們一個困境在哪裡 我們過去的哲學啊 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know thyself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用文言文 看起來比較酷 know thyself 就了解你自己這樣 然後化成這句話是這個 古雅典的這個 古希臘的雅典城邦 在他們的這個雅典 雅典納的這個神殿裡面 他們刻在上面 就是人最重要就是要知道他自己 認識他自己這樣 那大多數過去的哲學啊 也不斷地教你怎麼去認識人 人最根本的本質是什麼 人最根本的human nature 你是一個political animal 所以你會更了解你自己 你自己就是一個political animal 那你會非常想要追求自保 然後你會這個 在跟其他人競爭的時候 你會覺得如果他不威脅你的話 你會想要去幫助其他人 你看當這些哲學家在去 試著去論述人的本質的時候啊 他實際上是在幫助我們去認識我們自己 know thyself 就是這樣 這是盧梭之前的哲學家這樣 盧梭之後的哲學家 我們會讀到John Stumel John Stumel會說 是的 know thyself還是最重要的 可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unique self 跟別人不一樣等待你去發現這樣 你一生下來啊 然後你經歷了一些生命歷程之後 你會有一個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想做的事情 真正要自我實現的那個東西 在你的生命的最深層裡面 你的authentic 你的真正的那個自我 然後你要經過自由的自我反省 你自由的去嘗試各種生活生命 看機會之後 你慢慢就會知道 你真正想要什麼 因為那個是你真正的自己 你往內心尋你就會發現這樣 那你找到之後 你這輩子就是去努力的去把那個 真正的那個自我實現出來 這是盧梭之後的這個 這個也是我們當代最普遍的一種 這個所謂的自由主義的一種思考這樣 我們讓每一個人擁有自由 能夠去嘗試他的生命 選擇他自己想要選擇的目的 其實我們根本上是希望他能夠透過這些努力 去發現他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真正的自己是什麼這樣 你有一個真正的那個最自然的最根本的 最真誠的那個自我 等待你去把它實現出來這樣 這是盧梭之後 但是盧梭這兩個他都不相信 如果你的我啊 是這樣子一種 已經活在他的眼光裡面一種狀態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你真正想做什麼 你說你想做律師對不對 然後你去這個雙修法律系 你說你想去做公關 然後你去這個 上一些商館的課這樣 你不斷在大學裡面去想說 我真正想做什麼 然後你還要去嘗試他 盧梭會說 那些慾望啊 想做律師想做商館 你是從哪裡來的 他難道不是在這些過程當中 讓你覺得那個是你的慾望 你用他你會快樂這樣 所以你成為一個律師之後 然後沒有人 很少人能夠成為律師 那你就覺得很快樂 你考上研究所 只有少數人考上 你就很快樂這樣 可是如果大家都能夠考上 你就不會快樂了 所以你真正 並不是真正發現自己想要什麼 而是你活在他的眼光裡面 你從裡面 再去享受別人的 opinion 在統治你的那個快樂而已這樣 所以你如果 其實不知道 人性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你也無法真正知道 你個人的最內心的那個本 獨特的那個自我是什麼的話 那到底 你回來這個世界上 你要怎麼樣去 去自由的生活 能夠渴求的自由是什麼 這個就是盧梭在問的這樣 在當代社會之中 大家生活得這麼的 對話說大家生活得這麼悲慘 很大的原因是 你其實不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你就活在他的眼光裡面這樣 你是被其他人統治的 林志玲看起來最快樂 連社會人看起來這個最快樂 盧梭就說沒有沒有 他們其實是最悲慘的 因為他們是更嚴厲的 被公共意見統治的一群人這樣 他們是更不快樂的一群人 他們不知道他們的慾望是什麼 別家有跑車 別家的小孩子上了什麼什麼名校 我也要 等等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這樣 他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沒有更快樂 就如果有句很有名的句話是說 你以為你是主人 努力主的那個主人 可是事實上你更是努力這樣 那 他到底想要去幫助我們做到的事情 能夠去想辦法去這個 比較能夠去這個 不過得這麼悲慘 他給的一個希望是這樣子 Be Yourself 這是如說他試圖去 在他的這個書本裡面 試圖去想去傳達的一個想法這樣 你看 Know Yourself 他意思是說 他假設了有一個東西等待你去發現 這樣 他是靜態的 對不對 你有一個靜態的人性本質等等 你去發現 你有一個靜態的hidden的authentic self等等 你去發現 他有一個 他去discover已經存在的那個東西這樣 那魯梯很懷疑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 我們怎麼會知道 那個已經存在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大概會知道一些東西 魯梯有一些東西 他覺得人在文明社會 一切互動還沒有開始之前 那個人類不平等群人 大家要仔細看 每一節都非常的重要 這樣 最原始我還沒有跟其他 有任何互動的時候 我有什麼東西 魯梯說有 人在最原初最原初最自然的動態之下 你有兩個慾望 最自然的慾望 一個是 你會感受到飢餓 hunger 對不對 所以你會這個 自然的會去追求自保 這是你自然的instinct 本能 他是不需要教導的 所以自保是一個 人最開始感受到 是你所有的這個快樂的 最根源的這個起源 就是自保 而且每個人事實上 都在這樣子 被這個本能去驅動自保 這樣 這是最原初最原初的 這原始的人就有的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是 每個人 在跟其他人互動之前 你天性的有一種慾望 就是 你會自然的會有同情心 compassion 或是pity 所謂的同情心的意思是說 你看到別人痛苦的時候 你心裡也會跟著一起痛苦 所以你會不忍心看到別人痛苦 他覺得這個每個人都會有 所以原始人在打野獸的時候 或是看到自己的同類受傷的時候 看到他們在痛苦的喊叫 或是悲悯 他心裡也會很痛苦 會跟著一起痛苦 這樣 如說說 這樣子的一種自然的 裡面已經會隨著這個社會的發展 慢慢慢慢被掩蔽這樣 你這樣的東西就不見了 然後 你從頭到大 你跟別人競爭 把別人踩在腳底下 然後你完全忽然不自覺這樣 你不會感覺到那個痛苦在那裡的這樣 要講的是什麼 要講的是好 我們人確實有某種非常自然的一些東西 真的就是屬於人最原始自然的這樣 可是他們沒有很多 他們可以帶來一些指引 是重要的 他們沒有很多這樣 因為你人才有 你更多是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那他們要從哪裡來 那如說會說 Be yourself 你要想辦法Be yourself 雖然你沒有辦法 說有一個東西等著你去發現它 好像你可以發現它之後 你就知道你是誰了 沒有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至少可以努力的 讓自己啊 做真正的自己 Be yourself 這怎麼做到 就如果沒有一個這個 某一個好像獨特的自我等等 你去發現的話 如果你始終活在他的眼光裡面的話 你要怎麼去Be yourself 你追求財富權利 社會地位 美好的工作 被大家羨慕這樣 這些都是活在他的眼光裡面啊 那你要怎麼樣Be yourself 你要怎麼能夠做到Be yourself 大家可以看到 如說他的著作裡面 從1762年開始的這個 《社會切論》 《愛民遠安心愛與歧視》 他大概都是在教人 怎麼樣去Be yourself 那社會切論是從政治制度著手 我設計一個政治制度 可以讓你Be yourself 可以讓你進入政治社會之後 你還是跟以前的自然狀態一樣的自由 以前的自然狀態可以回溯到 我們讀到了很多自然狀態那些狀態這樣 你可以像過去一樣的自由 所以那個自由就不只是這個 洛克講的那種自由 到底如果說講的那種 歸過去一樣的自由是什麼 我們要回去看那個自然狀態 到底是有哪些階段這樣 那還有第二本書《艾米爾》 《艾米爾》是一部非常神奇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故事是 從頭到尾是一個神秘的一個教養 一個小孩的一個智者 就有一對父母親把一個小孩子 從小就給他去撫養 所以盧梭他這本書就在講 這個智者怎麼樣把這個小孩子 從一出生到長到的這個撫養過程這樣 然後一直會安排到他結婚 然後這個 然後離開鄉村去巴黎生活 就從他零歲到大概二十歲的這個過程這樣 然後這本書出來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那他其中有一些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果要讓你的小孩子從小 就是不活在他的眼光裡面 不被他的意志支配的話 你教養他的父母親啊 你就要從小不能夠讓小孩覺得 你的意志和他的意志 在做某種程度的這個 主人和奴隸之間的這個鬥爭 也就是說小孩子啊 他經常會用他的眼淚啊 想要去控制他的父母親 那很小就學會了 他發現他只要哭 父母親就會來去照顧他 關愛他 搖他這樣 他如果說 小朋友一旦學會用哭去控制他的父母啊 他一輩子啊 就會想去做一個主人 要不然就不想去這個 那但是你想要去做主人 你通常就必須要去做一個奴隸 所以那個做主人 他的奴隸的辯證就不會結束這樣 所以父母親在教養小孩的時候啊 要從小就不要讓那個小孩覺得 有一個人的意志可以被他去操縱 可以被他的眼淚所操縱 可以被他各種各樣的情緒所操縱 那他極端到處他就說啊 雖然你要讓小孩子覺得啊 他從小到大 他並不是被一個這個 一個人為的意志所扶養長大 他要覺得他好像是被一個自然的力量 扶養長大一樣這樣 他的這個教養者就好像路邊的一隻野狼 一隻這個自然的這個動物 所以他就不會想要去控制 另外一個人類的這個意志這樣 所以他餓你給他吃東西 他的這些自然需求你可以滿足他 他自然需求之外的其他的需求 和其他想要控制你那些東西 你就不要去理他 所以他設計了整個非常嚴謹的情境 那他還說 父母親最好不要用獎勵 去引導小孩子做某件事情 因為獎勵這種東西啊 他會讓小孩子偏離他的本性 他會為了那個獎勵 而去做父母親要他做的這件事情 而且獎勵這件事情啊 他會讓他想要去跟其他的小孩子做比較 我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有那個獎勵是因為有那個東西 只有別人沒有這樣 可是如果你不用獎勵 去引導小朋友去做某件事情的話 有時候你很難去教養小孩對不對 那種時候就說 有一個方式其實還不錯 我可以推薦你 就是用甜點這樣 他說你如果用甜點當獎勵的時候啊 因為甜點這種東西實在是太美味了 所以你在去享用這個甜點的時候啊 你並不會特別覺得 你的快樂是活在他的眼光裡面 你會真正覺得這個快樂 是真實的這個快樂這樣 所以父母親如果要用獎勵去 鼓勵小孩子的父母親的話 用獎勵最好是使用甜點 不要使用其他的東西這樣 所以台灣人喜歡吃 其實代表台灣人是這個 非常善良的民族 因為吃是代表你最不容易這個 被社會意見統治 它是一個真實屬於你的這個感受這樣 或多或少啊 有時候品味也是被創造出來的這樣 你看這是愛的名言 他非常非常激進對不對 他要避免讓人活在他 因為他覺得活在他的眼光裡面 依賴他人 是你最重要的不自由的這個來源 然後想要跟他人激勵的這個競爭這樣 那心愛律啟示的話 他是從愛情和婚姻去講 什麼樣子愛情和婚姻可以讓你 可以真正成為一個非常獨立自由的一個人這樣 你看他講那個自然狀態裡面 有一個階段的家庭 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真正的那個 那個bound是自由的這個情感 自由的這個互動 然後你要讓整個關係 真正是維持在一個獨立和自由的狀態 因為你在進入文明之後啊 家庭原本那個獨立自由也消失了這樣 所以心愛體是重新去講 怎麼樣的婚姻愛家庭 可以讓你真正又重新獲得那個自由這樣 那這其實是一本小說 那寫出了這本小說之後 事實上如說這本小說成為這個 整個歐洲第一本暢銷書這樣 幾乎所有的這個 這個貴婦啊 女性啊 或者是家裡都會失常一本這樣 那時候這個女性比較愛讀小說 男性還是比較這個 對 所以她就變得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這個 因為這種她其實變得非常出名這樣 非常非常出名這樣 所以她會去講說啊 或不是講到那種狀態啊 或不是會說 戰爭狀態裡面的人啊 是每一個他每個人的戰爭對不對 那這個戰爭裡面啊 你是孤獨的 你是窮苦的 你是這個nasty 你是悲劣的 你是這個brutish 你是野蠻的 那你的生命是短暫的 盧梭會說什麼 他會說 哎呀這或不是先生你說的太好了 你說的其實不是自然狀態的 你說的其實就是 現代社會裡面人的生活這樣 每個人就在這樣一個情境裡面這樣 不過我們可以把showed改成long 所以更痛苦這樣 你這輩子都在跟別人這個 人員之間的這個 oh against oh的狀態這樣 意思是說 或不是先生你也說過啊 人就是不斷的追求權利對不對 and the loss of partial power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看到了那種 自然狀態戰爭情境啊 它其實也在我們一般的文明社會情境裡面 我們始終要跟別人不斷的競爭 不斷的去變得更聰明 變得更努力 而且在競爭當中 我們是極度的個人的 對不對 當你看到這個 這個 你的好朋友 獲得了某一個這個 競爭的這個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重心為他快樂 還是你會帶著一個 他所說的 你看喔 你還開始逼 你會有一個hidden desire 想要去 在別人失敗的時候能夠獲利 對不對 我們這麼高度競爭的這個社會這樣 你會有一個黑暗的慾望 想要去傷害其他人 然後你會有一個 非常隱密的一個嫉妒心 這個嫉妒心呢 它會讓你表面上 對人非常的友善 可是其實你是在等著啊 在你最安全的時候 給其他人致命的一擊一樣 因為這個競爭太激烈了 而且這個競爭最根本的本質是聯合的 因為你就是想要 你就有那個amu proper的那種 回到他裡面那種自愛 你最終想要站在其他人的眼光之上 而且在最極端的極端啊 你希望別人愛你 比他愛自己更多 因為你希望站在所有人之上 對不對 那你也希望站在他之上 站在每一個人看著你那個人之上 所以它意味著 他要把你看成在他之上 這樣 那是一種非常非常自烈的 想要站在他人之上的一種 這個心理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現代人的社會 所以霍布斯說的這個 這個人與人之間的這個 沒有錯啊 它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這樣 它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所以它這個 五個字正確的 只有這個short 才不是變成long 所以人實際上是更悲慘的這樣 所以我們當然生活啊 非常的悲慘 非常的這個悲劣這樣 我們是unfree 每個人都生而自有啊 我們都知道 可是每個人在每個地方 他都是在這個鎖鏈當中這樣 And everywhere is in chance Now one thing himself the master of others But still remains a greater sleep than lay 因為你是其他人的主人 你這個考試第一名啊 這個搶到最好的這個職業offer啊 這個買了一棟很好的房子啊 然後這個等等等等 出名啊 然後這個佔有一個更高的社會地位啊 你以為你是其他人的這個主人 沒有 你是一個更大的這個奴隸這樣 然後你也看到不平等到處都是 他們是非常深層的 徹底的 而且是註定的 而且他們的根源 你不知道來自哪裡 你覺得那些根源 其實應該是非常非常不易的 可是你也說不出來這樣 然後大家就是在爭奪這些東西這樣 所以現代人他是這個 悲慘又卑劣的這個布爾喬亞人 那我們不再可能是和馬筆下的 或是這個普羅達 他是寫這個西大羅馬英雄傳 底下那些高貴的古典英雄這樣 那這樣子一種處境是讓對人的這個貶義 對人的威脅這樣 所以如果他想要在他的這個著作裡面 重新要去給予人的是說 現代人你還是可以透過 一種高貴的自由 讓我們可以享有跟古典英雄一樣的那個榮譽這樣 那怎麼有可能做到 怎麼有可能做到 那如說這樣子的一個 對這個社會的一樣的一個控訴和感受 來自於他一直都是一個social outcast 你如果不是一個social outcast的話 你不會對這個社會中 這麼subtle的欺騙 壓迫 競爭 感受到那麼大的痛苦 你如果你是在裡面的一個成功者 你是不會感受到的 你不需要維持一個social outcast的這種心理這樣 那如說他生命中一直都是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這個生命歷程 他一出生的時候 他是在日內瓦 日內瓦那時候是一個共和國 小小的共和國家 然後他們信奉的是這個卡爾文的這個教派 他們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一個共和國家 那他一出生的時候 他母親其實就過世了 然後他父親是一個宗教家 他父親後來在這個城內 跟別人這個起了爭執 所以他就逃離了這個日內瓦城 所以魯述又變成了被遺棄的一個這個 他很小就被遺棄了 所以他小時候就開始到處打零工 做各種零工這樣 然後去幫這個雕刻家去做他的這個學徒 幫他撿木頭啊 削東西啊 然後去幫這個書記 書記去做他們那些藤筆記的工作啊 就到處打零工這樣 然後到了16歲的時候啊 他有一天比較晚出城 那他就是回到日內瓦城的時候 他就發現日內瓦城已經被關起來了 那就忽然做一個決定 那他要離開這個日內瓦自己去流浪這樣 那他的人生之後他就開始在這個 Savoy Savoy是一個法國西南方和義大利交界的一個地方 就在到處的流浪 然後就是也是到處的打零工這樣 然後就遇到了一個這個 法國的一個還蠻有錢的一個貴婦這樣 就想要去幫忙他 其實就要保養他這樣 然後就開始送他去學校唸書 然後各種教會學校啊 合唱學校這樣 然後在大概他22歲的時候 就正式的就是成為他的這個 就是盧梭就成為他的這個情婦這樣 那他從他的情婦之後 他就進入了這個那個女士的這個社交圈 然後就開始注意到說 啊原來有這麼多的這個 有知識的這個有文化品味的人 去講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這樣 他就開始瘋狂的唸書 他完全是自己教育自己 他就開始瘋狂唸書 他就說他從來沒有這個 知道唸書這麼的有趣和這個 這吸引他這樣 他才瘋狂的唸書這樣 那大概22歲27歲 他大概就是跟這個 跟這個貴婦住在一起這樣 然後他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他就決定要離開去闖闖看這個世界 然後他就到處流浪 然後他大概30歲的時候 然後也是到處的這個 做各種林宮這樣 然後30歲的時候他就進入了巴黎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因為他這個天分非常的好這樣 然後他音樂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進入巴黎的時候 他是帶著他自己創作的一齣歌劇 一齣喜劇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林善的這個作品 然後他就立刻就是這個 有一些這個巴黎的知識分子 就開始非常的欣賞他 其中一個就是底德羅 那底德羅他屬於一個 那個時候法國的啟蒙時代 最重要的一個 一群知識分子 他們自稱為哲學家黨人 就哲學家黨人 那這群知識分子 他們是認為說 人類的啟蒙啊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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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啊 隨著我們知識的進步啊 我們的科學 我們的藝術也會跟著進步 然後我們的政治體制也會跟著進步 然後我們那個道德也會跟著進步 這樣 所以知識的進步是一切進步的關鍵 人類的所有的一切都會跟著一起進步 包括你的這個道德這樣 所以那時候這些哲學家黨人 很喜歡編輯這個百科字典 因為他認為說 我們只要把知識系統性的 組織累積起來 然後散布給大多數的人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就不斷的 能夠進步 不斷的被啟蒙這樣 然後那時候盧梭他事實上 也被這個帶進了這個圈子裡面 然後就開始去幫忙他們寫一些 這個百科圈書裡面的篇章 然後他被特別去指派的是 去寫音樂那個篇章這樣 音樂那個篇章這樣 然後他就在這個巴黎的這個 知識圈的分子裡面就是混 他也沒有太多的這個成就 然後他也覺得非常的不快樂這樣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說不太出來這樣 那大概他38歲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說他的好朋友就是迪德羅 因為一些言論的關係 被這個關進了監獄裡面這樣 然後他就決定從他住的地方去 城市裡面的監獄裡面去看這個迪德羅 然後他走啊走啊走 在路途當中的時候 他忽然覺得這個 這個身體覺得不是很舒適 他就坐下來 然後想要休息一下 結果沒想到他一坐下來之後 他所有過去的一切的經驗 讀過的書 想過的事情 都在他腦海中 不斷的這個流轉流轉流轉這樣 然後讓他覺得非常非常悲痛 然後覺得不知如何是好這樣 然後他忽然在整個 這個失去的經驗流轉過程 他忽然得到一個靈感 他忽然覺得他知道一切人類 悲慘處境的根源是什麼 而且他忽然也彷彿找到了 某種解決的這個方向這樣 他忽然靈光一閃 忽然感受到一個方向出現這樣 然後他忽然就醒來 然後就發現他這個 全身上下都是他流的這個淚這樣 然後 那他忽然就知道了 他這輩子想幹什麼 他就說他從那次的一次頓悟 他就成為一個reform的一個人 他完全被這個 改變了 然後他也徹底的了解 他為什麼那麼不喜歡巴黎 而且他忽然知道了 他這輩子的工作要做什麼 他就是要寫書 然後他寫書他就是要想辦法去 徹底的改變歐洲的現在的文明 這個現狀這樣 然後他就去了監獄看迪德魯 結果就說 那你要不要試著把你的想法 去投一個這個論文比賽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這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 巴黎的一個論文比賽的一個獎 然後他就去投稿 然後那個獎他們出了一個題目 就是這個 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能夠 帶來人們道德的提升 這樣 就是請問問的問題 然後 然後 魯梭當然他的答案就是否 他覺得說 斯巴達人或是羅馬的那些 這個元老院的公民 他說 他說羅馬的公民集會的時候 兩三百個元老院的議員 然後上萬個羅馬的公民 他說 你沒有看過一個更高貴的景象嗎 這些人都這麼的無私 為了為共和國的奮鬥 要貢獻這樣 然後他們心裡想的就是 public good 這大概是人類最可以想像 最美麗的一個情景 可是啊 一旦斯巴達或是一旦羅馬的公民 他們開始變得富裕了 富裕之後啊 你就會有閒暇 有閒暇之後你就會去學科學 你就會去發展科學和藝術 所以科學和藝術其實是人們富裕 有閒暇 開始享受比較奢侈的生活之後 而產生的東西這樣 可是人們一旦開始去研究什麼是德性啊 一旦羅馬的公民 一旦斯巴達公民 研究什麼是德性啊 他的德性就喪失了 他如果要去研究他們自己的話 他們自己的德性就喪失了 因為藝術和哲學和科學的這個起源 是來自於人們開始可以享有休閒的這個生活 可是這個休閒事實上也是人一切的惡的來源 所以他說啊 他說我們現代社會不錯啊 我們現代社會有天文學家 有科學家 有藝術家 有畫家 有雕刻家 有各種各樣優秀的 美麗的這些人 可是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公民了 一個公民都沒有 那現代社會人以為自己很快的 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享受過 像這個羅馬公民那樣的一種快樂 所以他在他的這個回應裡面 他就徹底的去批判了 他說雅典斯巴達你選擇哪一個 這個啟蒙的人都會選擇雅典 會覺得雅典是藝術哲學 最高的這個成就啊 可是對羅魯說來說 當然是選擇斯巴達 斯巴達的快樂就是雅典 不能夠理解的這樣 因為斯巴達的快樂是那種最原初的 你不會有那種自我跟這個 你不會有那種私人的自我跟公共的那個 利益的這個分裂 不會 斯巴達的和羅馬的公民 他們就是很單純很簡單 他們正直勇敢 然後真正的大方 真正的為朋友著想 為他的公民同胞著想 他的心是合一的 可是一旦你進入了一個商業社會 哲學的社會 你的心就開始複雜了 你永遠都在講說 我這樣做公共利益付出的時候 那我自己損失了多少 那別人有沒有付出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付出啊 你整天在做這種計算這樣 那你就不會再是一個快樂的一個公民 所以現代社會對羅魯說 沒有一個公民 沒有一個人配稱為公民這樣 這個是他對啟蒙的一個挑戰這樣 那後來的確在他四十幾歲的時候 就跟整個啟蒙哲學家黨的關係 徹底的這個分裂這樣 因為他不認為啟蒙是一件進步 那其實更複雜 他覺得啟蒙如果要進步 他需要他的這個對人性的一個徹底的 批判和這個轉變這樣 那他的這篇文章在他三十八歲的時候寫的 所以某個意義上 魯說他其實是一個灰姑娘 就是說他 他從小到大是在一個非常這個 沒有人知道 然後沒有念什麼書的一個清清下長大這樣 然後後來自我教育自己 然後在他三十八歲的時候 這篇文章就整個就第一名 成為歐洲最紅的一個人這樣 然後大概在四年之後 那當然也開始遭受很多批評 那四年之後他就開始寫的第二篇文章 是人類不平衡的起源和基礎 然後這篇文章也是那個 同樣一個那個辦獎的單位出的這個題目這樣 這到底人類不平衡的起源和基礎是什麼 那魯說又寫了一篇文章去投稿這樣 那這篇文章呢他就沒有得到任何的獎這樣 但是真正讓盧梭流傳輕始的是這篇文章這樣 那個康德說大概科學界的牛頓大概 科學界是牛頓嘛 那哲學界對人性的這個真正的認識的這個大佳 他其實就是盧梭這樣 就盧梭是哲學界的牛頓這樣 因為這篇文章 在他之前沒有人這樣子去看人性的這個 解剖出人性是這樣子的一個自我構成的一種 一種存在的一種狀態這樣 這個是 然後盧梭他 他自身他成為一個reformment之後對不對 他事實上開始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關注和注意 然後非常多的婦人啊 非常多的這個有錢的貴族啊 想要支持他 想要請他幫忙寫東西 想要給他這個年金等等等等這樣 像他的這個 他有一齣這個喜劇啊 後來在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戲劇院就演出這樣 然後那時候的法王啊 很年輕的法王來看那一齣戲 然後就非常非常喜歡那一齣戲這樣 然後就想要在隔天的時候 就是召喚盧梭到他的這個請功 然後想要給盧梭stipend 就是你 你只要這個 你有這個榮譽 我這個 非常認為你是我們這個 國內最好的一個這個知識分子 所以我每年每月給你stipend這樣 然後盧梭他前一夜聽到 法王準備要找見他啊 他就連夜逃走了 對 因為他認為說啊 這是他最徹底的一個想法 如果你一旦呢 你需要依賴他人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做你自己 你就沒有辦法擁有那個做人的integrity 最根本的那個真誠的 完整的 政治的那個自我這樣 這個社會所有的 所有的其他的社會依賴社會競爭 都會讓你失去那個integrity 所以他努力的去避開這些integrity 這些威脅他integrity的這些 這些引誘 這些這個制度這樣 也因此他雖然非常非常的紅啊 可是他一輩子啊 都過得非常的窮苦 他的工作 他就是要選擇一個 可以讓他自己為生的工作 因為他覺得任何工作 如果要依賴他人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真正維持我的這個 真誠和我的這個 最能夠be myself 所以他在他的愛名有裡面 他說啊 一個父母親要教他的小孩 最重要的一個技能 就是讓他 從此可以不用依賴他人 就能夠維持自己的生計 15歲前就要教會他這個 你待會教會他這個之後 他從此 就不再需要去依賴他人 進入某一個公司 找不到工作 他從此再也不用有這種憂慮 他基本的自由就有了 然後那個時候 在愛名有裡面他是說 這個父母親要教小孩子 要學會的是木工 如果小孩子他有木工的技術 他到任何的社會都能夠 都能夠靠著自己 能夠滿足自己的生計 所以你要教小孩子 學會木工這樣 那對這個如初他自己來講 他不想靠著這個寫作啊 或是這個怎麼樣賺錢 他覺得他自己能夠靠著 他的這個勞動 自己能夠維持自己生計的方法 就是抄寫樂譜 因為如果說他自己發明一種 抄寫樂譜的某一種符號的這個表 所以很多人會找他來抄寫樂譜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就開始抄寫樂譜 就是這種勞力的工作 然後可能到下午三四點 就做完這份工作 他就把這個樂譜 就是送去給估他的人這樣 然後他的這個收入大概就是 能夠讓他勉強能夠溫爆 還有他 他其實後來有一個 三十幾歲就是有一個伴侶 然後這個伴侶後來就是和他 後來其實後來有結婚這樣 然後也跟他生了這個五個小孩這樣 然後他的錢事實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在撫養他自己和他的伴侶 還有他伴侶的這個家庭這樣 就幾乎沒有辦法活扣這樣 就是勉強能夠活扣這樣 那因為他非常徹底的去拒絕所有對他的這個 這個金錢的這個支持這樣 非常非常徹底這樣 所以他 他是這樣一輩子 他是 半有意識半無意識的在維持一個 Social out of taste的一個狀態 到他在他的社會區越來越紅了之後 他的這個祖國就是這個日內瓦共和國 因為他後來他十六歲離開日內瓦共和國的時候 他就到處遊歷 成為一個流浪沒有家的人這樣 然後到巴黎去住他也很不能夠接受巴黎 然後他也選擇後來住在一個鄉村的一個這個墓屋裡面 但他社會區越來越爆紅之後 這個日內瓦共和國就邀請他來到日內瓦 然後幫日內瓦設計他們的政治制度這樣 那盧蘇當成就覺得非常爽 他就覺得啊 這個我偉大的母國這個 這個有公民這個制度 他顯然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共和國這樣 他就帶著那樣大的憧憬回去他的母國這樣 然後一回去就發現完全是 完全他的印象是錯誤的 事實上他的共和國的那些公民 都是有錢的人才能夠成為公民 而且他是一個神權掌握非常控制非常深的一個共和國這樣 所以他很快又跟他自己的這個母國決裂 然後又離開他的共和國 離開他的母國 繼續成為一個沒有國家的一個人 沒有社會的一個人這樣 然後他出版艾米爾之後 艾米爾裡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個智者在教小孩子這個長大過程當中啊 他有一個階段是要教他歷史 科學和宗教 那個智者認為說小孩子不應該被科學的那種虛榮所吸引 大多數人想要學這些科學的這些絢麗的知識啊 都是因為聽到那些科學家的那些偉大的這些故事啊 羨慕科學家的光環才想要學習科學啊 所以學習科學數學是重要的 可是你不能讓他因為那件事情的這個光環而去學習那個知識 你讓小孩子真正遇到一些困難 因此他需要科學和數學來去解決它 所以他中間會帶小孩子去山裡面去旅行 然後找不到路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要那個小孩子利用他學到的這個 觀看星星的方法啊 計算那個角度距離啊 然後看地圖啊 慢慢去找出出路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種這個教育大小孩子的方法 讓小孩子不要被科學所迷惑 然後他教小孩子歷史 可是教小孩子歷史的目的是要讓他去看透 其實像亞歷三大這麼偉大的一個大君主啊 他生命都非常的悲慘 所以他小孩子就不會有那個渴望 想要成為歷史中那個偉大的人這樣 然後你沒有那個渴望之後 你就能夠真正能夠獲得自由這樣 艾米爾裡面有一個宗教的部分啊 宗教的部分是這群人就是從霍布斯洛克到 叫盧梭最神秘也是最有趣的地方這樣 就他們在一個非常深的 基督教的社會中長大 那對盧梭來講 他事實上沒有辦法接受任何聖經上說的那些 上帝透露的真理 他覺得那些東西都有時代背景的因素 而且沒有辦法證實這樣 可是盧梭默還是覺得 他相信應該是有一個神在那裡 然後這樣一種相信可以從人內心中的那種 非常純粹的同情心裡面去感受到這樣 所以他就在艾米爾裡面製造了一個虛構的一個神父 然後那個神父講他人生的故事 然後跟艾米爾互動來去塑造形術 如說對於宗教的這個看法這樣 他這個看法就激怒了整個那個時候的基督教社會 所以那時候不管是日內瓦法國或者是德國 這個教會或者是政府都下面要逮捕他 然後要審判他 就覺得他這個忤逆的這個基督教這樣 所以他大概他五十 1760年17120年大概他這個四十 大概他五十歲上下就開始 他就開始過了一個逃亡的這個人生這樣 因為法國政府要逮捕他 而且那個時候法國政府這些專制政府 他們同時也害怕盧梭的這個對於人的這個 自由的這個理論會威脅到他們的存在 所以他們雖然用宗教的藉口想要逮捕他 他們也認為他威脅到這些軍主 這些專制軍主的這個政治權威這樣 所以他們會去派殺手 會想要去暗殺這個盧梭這樣 所以盧梭他後來五十歲的時候 就活在一種恍恍不安的這個情境裡面 覺得他隨時可能會被這個破壞 或是會被謀殺這樣 然後他後來就逃亡到英國去 然後英文那時候David Hume 是英文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哲學家 就庇護了他這樣 但是庇護每幾天幾個月 他就跟David Hume決裂這樣 然後就懷疑David Hume想要害他這樣 那這可能也是因為 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有黑暗的欲望 想要傷害其他人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想要幫助你的恩人啊 你最好的朋友啊 這個盧梭可能都會覺得說 難免當這個競爭很激烈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當別人失敗 你會覺得從中獲利的那種快感會出現這樣 這麼這樣的一個悲慘的一個情境 所以如果說他自己 他自己是深深的被他認為的那個文明所傷害的 所以他深深的對人感到恐懼 然後害怕 然後不想依賴於任何人 你要覺得他一旦依賴的話 就會失去他的自由這樣 所以他活在一種被社會驅逐的一種處境底下 也因此他對所有權力關係非常非常的敏感這樣 對他來說 對人最重要的支配的根源啊 雖然說富人對你的支配老闆 政治人物對你的支配 是很明顯的支配 可是他們都是一個必然的後果 他真正的根源是在於我們的社會體制 讓我們每一個人想要站在所有人之上 所以我們會無限的去追求權力 無限的去追求財富 那因為我們想要不斷地往上爬 所以你會願意甘願做別人的努力 因為你做別人的努力之後 你才可以去努力其他人 對不對 因為整個權力位階就是這樣的 你聽命上面的人 是可以讓你能夠去指揮下面的人 所以你不斷地想要再往上爬之後 你就越聽命上面的人 越有能力去指揮下面的人 你應該都在這個悲慘的 這個綿密的這個權力的這個體系裡面這樣 雖然你願意選擇去做一個social outcast 他可以把這個體系看得更清楚這樣 如說他看到的支配啊 就是說他要去看那個支配的這個 慾望的這個來源 就是說會不斷地有政治權利和這個 有錢人的權利會想要支配你 他們之所以也能夠支配你 其實是因為你支持他們 對不對 然後你支持他們其實是因為 你在支持他們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分享一些權利 分享一些財富來去支配其他人 所以整個這個支配體系 之所以也能夠穩固起來 你不是單純地認為說 洛克他們那種只要去 想辦法去節制那些有權利的支配就可以了 不是 你要去根本地去看 人為什麼會想去支配其他人 你為什麼會不斷地想要更多的財富 更多的權利 不斷地跟別人比較 他到底這個根源是來自於哪裡 是這些想要跟別人不斷地比較 爭奪財富競爭支配的這些欲望本身 造成成這麼悲慘的一個情境 所以要去問這個欲望是怎麼產生的 為什麼的文明會讓人產生這樣的一種欲望 那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去或多或少去 節制這種欲望的話 讓這種欲望產生的情境 變得是比較 不那麼不斷地去 讓我們瘋狂地去這個活在他眼光裡面 就是有更多他人的肯定 讓我們不再那麼瘋狂的話 我們就會越少有那種想要支配他的那種欲望 那這個時候我們才能夠徹底地去根絕富人 和這個專制者 政治有政治權利益對你的這個支配 他是更徹底地認為要去更徹底地去解決 這真的是這種最根本的那個問題 那他認為最關鍵的問題是在這裡 就是當人社會開始扮演到需要分工 然後產產權開始出現這樣 然後以後所有的惡就跟著下去了 所以他會認為最關鍵是那個經濟體制 他也是第一個認為經濟體制 但是一切支配根源的關鍵 而不是這些暴君啊 這些專制君主對你的這個支配 不是 最關鍵的是那個經濟體制 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那個鬥爭 沒有 他那個時候這個想法是非常非常驚人 所以這也是他跟其他的這個 幾乎所有的這個啟蒙的 之間都是決裂的原因之一 因為其他人到處都認為說 最重要的支配就是政治支配 你只要能夠克服政府對人民的這種任意的支配 你就解決了政治問題這樣 然後所以說不是 如果沒有更趁底解決這個人類文明 這麼深的一個病的話 你沒有辦法真正解決這個 人會不斷地進入這種被富人之配 被這個專制者支配這個循環這樣 這是非常精神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來看他的這個 三十八歲那年他去看迪德爾的路上那種 坐在地上忽然這個獲得靈光 他想到什麼事情 他忽然意識到他這幾年在法國的生活 是這麼的悲慘痛苦這樣 雖然說跟這些名望的哲學家知識分子 往來看起來很光彩這樣 他一點都不快樂這樣 他覺得他好像要不斷地要去取悅這些人 即使你再取悅他 然後他好像可以站在那些窮苦人之上 他反而會覺得更痛苦這樣 那他說 他忽然想到說 我要怎麼樣解決這樣的問題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我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到底人是什麼樣子的一種狀態 為什麼變成這樣的一種狀態這樣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也許啊 人最根本最自然的狀態 其實by nature 他是good 他是naturally good 人其實最深層的那個本性 他其實是好的 那所有他會變壞的原因 都是因為社會制度造成 最根本的那個人是好 可是這個好大家要小心 這個好並不是說 人就是一個會去做非常豐富的德性的人 我說得性已經是社會制度發展之後 來辦好辦壞的東西了 不覺得是好 可是人那個最原始的那個權是好的那個東西啊 他其實是一種 人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壞事的一種狀態 人是天真的 人就是追求自己的自保 有自然的這個同情心 然後做任何事情就是 就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 然後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壞事 不需要講任何的技巧 不需要去競爭 這時候人就會自然是好的 那如果人是自然是好的話啊 然後人是因為制度而變壞的話啊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利用人類的這個好 然後在我們的制度上做一些調整 然後讓人原本的那個天性的那個好 能夠把他帶進來 然後讓他去克服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社會的這些弊病這樣 那相反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去構思人原本是好的的時候啊 我們就有機會 能夠去對抗我們現在這些社會制度這樣 那 人追自然的狀態是好這件事情啊 他當然就要面對他前面的這個霍布斯和洛克 那對他來說 霍布斯和洛克講的那種自然狀態啊 都不是真正社會制度之前的自然狀態 霍克和洛克講的狀態都是社會制度出現之後的一個自然狀態這樣 對不對 霍布斯是講說自然狀態 之所以會變成戰爭狀態是因為人們想要去競爭 人們愛慕虛榮 會互不互相彼此不信任等等 虛榮 競爭 對盧書來說 這都是社會制度出現之後的事情這樣 沒有社會制度的話 人是不會有這種這麼產業的一種戰爭 戰爭和激烈的這個衝突 所以霍布斯看到的是文明之後的後果 而不是人真正最原初的那個自然狀態這樣 那羅克看到那個自然狀態 他最大的問題是說 那你會認為說人的這些財產權的累積啊 它是自然的 它是一個按照自然法而去累積的 如說一點都不這麼認為 他認為說在一個人類的政府制度還沒出現之前啊 富人和窮人競爭就已經極端到產生世界大戰了 所以在政府出現之前所有富人的財富啊 其實都已經是不義的了 那政府的第一個起源啊 其實是富人提出來想要欺騙窮人的契約 因為你知道在富人和窮人的大戰裡面 誰最吃虧其實是富人 因為大家都會失去生命嘛 這是平等的 富人也會失去 窮人也會失去 可是富人會失去財富 窮人沒有財富可以失去 所以富人本來是最想要 離開那個窮人和富人大戰的這樣一個狀態的人 所以富人他會提出一個契約 然後這個契約是想要去欺騙那些窮人 讓那些窮人原本是他的敵人 可是讓他今天可以幫他來去保護他的財富 所以這個富人人 這個有錢人這個契約他其實反而是政府的契約 然後一開始的初衷是一個富人的欺騙 可是也沒有說這樣子的一個契約他完全是錯的 因為這樣的契約他帶著欺騙的成分嘛 所以那個契約本身啊 實際上是有正面意義的 因為那個契約保證的窮人可以獲得財產權的保障 可以獲得自由的這個保障 所以窮人的確是因為他的自由能夠獲得更多的保障 願意簽約的 所以一開始其實自由就是簽約的一個主要目的之一這樣 所以其實一開始這個契約是富人提出來去欺騙窮人 可是他的條文的這個內容 事實上肯定的自由 的確是大家想要的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他用這個來去否定的這個 一開始社會的起源是這個 強者的這個支配這樣 對於說他強者的支配永遠無法建立權力 因為權力不是必須要建立在同意之上這樣 那這個我們還會再講到 這個是這個 如說和這個或不是一個大的不同 不過我們再倒推回去 這個是歷史發展的這個過程這樣 我們現在要講這個 社會不平等這個起源 這個是這個 其實 當我從小 這個不是從小 從大學開始補這段故事的時候 一直沒有聯想到 那台灣社會是怎麼樣子發展這段故事的 台灣社會可能在六七百年前 沒有很久以前 如果講這個故事甚至是幾千年前 所以在六七百年前大概 主要的住民是原住民對不對 那原住民過的生活 大概夢遊蕾很像 如說描述的這個 這個階段的這個 野蠻能過的生活 大家是唱歌跳舞 然後互相會去比較沒有錯 誰比較強壯 誰比較美麗 誰比較跳 誰比較善於唱歌這樣 可是大家夢遊蕾是快樂的 對不對 沒有太多的這個競爭 這個黑暗的這個欲望 欺騙虛榮這樣 事情都還在一個 還算OK的一個狀態 甚至如說說這個狀態 大概是人類最快樂的一個階段 那為什麼在六七百年的期間 這個原住民現在變得這麼的痛苦 完全就是活在 如說說的那種痛苦裡面 這個社會不平等的起源 為什麼所有的財富都變成是某些人的 所有的土地都被別人佔據了 為什麼我在怎麼的努力 我都沒有辦法獲得一個基本的社會的肯定 這中間的這些 不平等的這些起源根源是來自於哪裡 漢能移民來到了這裡 漢能開始耕作 漢能跟我們這個原住民交易 我們原住民開始慢慢的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土地就慢慢不見了 然後幾次大戰 漢能之間會戰爭 為了這個水源等等財富戰爭 然後可能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又有這個外國人會來打仗這樣 荷蘭人 西班牙人這樣 然後等等 然後日本人又來了 然後國民黨又來了 這麼多的這些戰爭衝突之後 導致了現在一個 我們看到一個財富社會權利 一個分佈的一個狀態這樣 那你要怎麼去叙說 這中間的原理和故事是什麼 最根本的 造成我們這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礎 有沒有一個原理可以把它說透 因此能夠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怎麼去克服現在的這個處境這樣 如說他想要講的這段故事 他說 大概沒有一個社會 他是完全按照他這段故事發展的 所以他確實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Action 可是呢 他背後在講述的那個原理 對每個社會來說都是一樣的 我只是用這樣一個故事 把這個原理講得更明白一點而已 所以原則上他是可以應用到 這個台灣這樣子一個六七百年 這個財富 目前到這樣一個狀態 一個分佈一個處境 一個故事底下一樣 那我們來看如說是怎麼講的 他說啊 這個在這個所有所有所有的追起源啊 這個 每一個人啊 他很簡單 他就是這個 每天起來就是肚子餓和喝水 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那他沒有什麼原件 所以他不會想到明天肚子餓怎麼辦 他甚至連晚上都不會想到這樣 他吃飽了就在這個樹底下就睡著了 然後早上起來可能就是又想要吃東西 然後又去打獵這樣 就過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生活這樣 那他 他可能有時候會有這個 因為要繁衍對不對 他可能會有這個 性的慾望想跟這個 同類這個 這個發生關係 然後他們就發生關係了 可是隔天早上呢 他們就互相不能去睡房又離開 又比起就互相離開了這樣 這是一個美好的一個社會這樣 沒有沒有 然後更關鍵的是說 即使母親把小孩子養長大 但母親 當這個小孩子已經不需要母親的時候 母親也不太特別 覺得這個小孩子對來說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母親和小孩子就分開了 對不對 那大家看狗和貓是不是這樣子 當小孩子 就小孩子小時候他會很努力 母狗母狗會很努力的去照顧小孩 那當小孩一旦長大 有一天離開了 父母親也就忘記他了 大家就相忘兩無事這樣 大家就過這樣一個生活這樣 而且因為生活上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最原初的這些原始人 他們要去 要變得很敏捷 要變得很強壯 要變得很快速 因為他們有時候要跟這個野獸搏鬥這樣 雖然每一個人身體都非常的健康 而且身體也非常的這個 各方面的身體的物理上的能力 都發展得非常好這樣 他們可能也開始學會用這個木棒 或是用這個石頭 OK 那有時候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情境的時候 他們開始學會用釣竿釣魚 用弓箭 慢慢學會一些東西這樣 然後就可以更能夠去克服這些野獸 因為有時候生命的困難有點 挑戰有點巨大這樣子 那逐漸是在這個階段 你看我現在畫的這張圖 他把每一個階段分成兩個東西可以去講 一個是他們彼此互相社會依賴的這個形式 然後一個是你活在他們眼光裡面的這個自愛心這個欲望 在這個形式裡面他是怎麼樣被發展出來的 然後這個活在他們的心裡面這個自愛心 他怎麼樣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斷的滋漲滋漲滋漲到最後完全的爆發到 大家沒有辦法去克制他 他在講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看起來他在講這個 可是裡面的這個暗中在講其實是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個階段大家自己填 我沒有時間去寫 就大家在自己填 其實大家仔細去看他自己都寫得很清楚 我講就是他寫的 因為他的文字太精彩 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幫他講得更精彩 他說這個精彩的人 他開始就注意到他比其他的野獸都來得更優秀的 而且他在發展很多工件之後 他就開始注意到我可以設計陷阱 而且我想可以想出一千種設立陷阱的方法 去逮捕這些野獸這樣 所以這群原始他們開始意識到 我們作為一群類似的一個物種 我們好像在其他物種之上 所以他們產生了一種pride 然後有一個非常粗糙的一種reflection 一個對自己的一個反思 我好像比他其他物種都聰明一些 我可以不斷地製造各種陷阱去逮捕其他的這些動物 這樣 這樣一種我們這個物種比其他別人高的pride 比如說他說他已經埋藏了 以後每一個個人想在人類社會裡面 比其他人都優秀的那個宗旨 還有這個far from afar這個東西 就已經開始出現了這樣 那他們這樣一種生活 其實這裡到這裡完全不知道怎麼發生的 因為大家應該不會想要組成家庭才對啊 對 好 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開始這個 他們開始有人會想要去蓋茅草茅屋這樣 然後去發明這個石頭上這個茅草去蓋茅草茅屋這樣 然後他們就想要居家的 完全不知道 你看盧書他不知道是為什麼 我覺得盧書他也是搞不懂 他說這個沒有辦法把它寫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就大家就開始會居住成一個像家庭一樣的一個生活這樣 那當然比較強壯的人就會畫一塊土地說 這個是我們家住的 那個是我們家住的這樣 所以某種一的領土感出現 可是因為地很多 所以你不需要去跟別人衝突競爭 所以弱者就默默地去畫另外一小塊這樣 就自己的小家庭的成長過程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啊 他說 這個時候人類一種最sweetest的一種情感就出現了 只是一種家庭的情感 就是夫妻之間和父母親和小孩子之間的這樣 那這個情感是一種 一種開始活在他的眼光裡面的一種情感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 好 那這個時候他們開始 你看他這時候還有講 他說 兩種性別之間啊 在family出現之前啊 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第一次 男女之間的difference開始出現 是因為家庭的這個出現這樣 沒有家女之間大家都是一樣的這樣 所以完全不知道為什麼還有家庭這樣 然後這個女性啊 他就開始呢 這也是一個非常西方式的社會發展 女性就開始比較 比較顧著一種在照顧家庭和小孩一種生活 然後男性就開始出外大獵這樣 所以 人原本擁有的那種非常原始強壯 每一個人都可以跟所有野獸搏鬥那種 最原始的那種 身體的強壯和獨立 就開始減弱了 那開始慢慢變成比較 weak 因為你要彼此互相依賴對方 對不對 就是在一個家庭裡面這樣 他們彼此互相依賴的地方 他們也可以一起聯合來去抵抗那個外敵這樣 雖然變得更虛弱 但也變得更容易互相合作這樣 變得更虛弱對羅大都不見好事 因為你一旦虛弱 你就需要依賴他人 依賴他人的話 你這個 amore proper就會開始發展這樣 然後再加上一種情況之下 他講說 這個時候有各種 因為家庭生活開始出現 所以大家開始發展一些 讓生活更便利的一些生活方式 然後這時候你又開始出現一些新的慾望 是這些生活方式太便利了 比如說你發展了床 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戲劇這樣 然後他就說 原本我們這個慾望很簡單 就是早上起來吃東西 吃飽就睡 然後就要隔天早上醒來這樣 不會想到明天這樣 可是居家生活一出現之後 你會有一些 因為大家的生活便利而產生的這個 習慣的這個慾望 原本你不需要這個慾望 可是因為你長期的享受便利之後 所以這個慾望 開始變成你真實的這個慾望 當你沒有辦法滿足的時候 你會感到痛苦 當你滿足的時候 你也不會感到快樂 所以慾望這件事情 例如來說 事實上 他帶給人 原來是要帶給人快樂的 因為滿足的慾望 你就會有更多的快樂 他後來反而帶給人的困擾這樣 這個是Family 好 OK 好 然後這個 原本這樣子過也是過得還不錯 你知道 如說他講的這段 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 他會說 他說 從這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 沒有必然氣 他們可以一直維持在這裡 他們 事實上沒有需要往下面走 他們之所以往下面走 通常都是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 可是當他一往下面走 他就很難再回頭了 雖然是偶然的往下面走 但是他往下面走 就很難回得去這樣 然後這個階段到這個階段 但是這個時候 這個當然地球有很多地震啊 水災啊 所以某些人就會被困在一個 一個地理區域裡面 就要不斷地經常互動啊 不然這個時候 的人之間是很少互動的 你看他有說 但這個時候有一些很有趣的 描述他說 這個時候啊 你有時候 我們現在回到這裡 他說 當你在一個最原始的狀態之下的時候 你有時候需要跟別人合作 但這個機會很少 比如說 你可能要一起去打一隻野鹿 然後你發現兩三個人 在打那隻野鹿 那你就一起加入了 那你就一起去打那隻野鹿 那因為你們覺得一起打的話 比較容易打成功 你就一起加入 所以有時候 你會加入別人去打一隻野鹿這樣 因為你們有一個common intrigue這樣 但是 但是 但是因為大家這時候沒有full sight 大家是沒有full sight 沒有遠見的 所以你如果打一隻野鹿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那隻野兔跳過去啊 你就會去抓那隻野兔 你就放棄了跟這群人合作這樣 然後那群人如果後來 沒有抓不成那隻野鹿 因為你造成的話 你也不會覺得內疚這樣 結果那個時候 大家可能會集體合作做一些事情 可是那個集體合作是完全沒有強制性的 你沒有那個義務 必須要去跟大家集體合作 有時候你加入他們去 去克服一些野兔的困難 然後中間或中間想要離開 你就離開這樣 那有時候 比如說 極端的時候啊 比如說在一個暴風雪發生之後 你看另外一個原始人被困在一個冰山洞裡面 然後說明食物變得很少 只有在一種非常非常極端的時候 你需要跟其他原始人互相鬥爭 甚至你可能不需要殺了他 但最極端的時候有可能會出現 這樣情況是很少的 因為這個時候大家的慾望很少 所以你很容易滿足 你其實不太需要跟別人競爭 然後跟別人合作也不是必要的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 你還是有我剛才講的 你有一個追求自保的一個最原始的慾望 所以當你生命真正的受到威脅的時候 當你碰到另外一個原始人 你是有可能跟他打架競爭的 這種機會很少 而且這種情況之下 你也有一種非常原始的同情性 所以你不會想要去任意傷害其他人 或任意傷害其他人 因為其他人受苦你也會跟著受苦 這是這個時候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來到這裡 不好意思有點跳 當地震水災之後 有些人被迫住在一起 所以他們就可以發展出 比較共同的語言 比較共同的生活方式 他們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太多 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的 就只是因為距離的相見 現在已經有住茅屋了 然後大家是茅屋因為地震的關係 所以大家會被困在一起 所以就開始比較有互動 就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語言這樣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想念在海島裡面的人 因為他們被迫這個互動的最頻繁 所以他們是最容易發展出 這個高度的語言發展的 比大陸的這個人還 比在大陸地帶的人還多這樣 這個是Nation的這個出現 這個是沒有政治意涵的這個Nation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切問題的關鍵的開始 就是這個情愛 你看當大家已經比較密集的群居之後 這個大家就會開始互相去拜訪彼此這樣 然後這時候 如果這時候情愛就會慢慢開始出現 情愛就是說你會發現有一些這個年輕人 他們會開始去注意到這個 注意到這個 這個 美麗 注意到一些優秀的一些特質 然後開始會互相比較 然後開始有一些偏愛 誒我比較喜歡那個人 他比較喜歡那個人這樣 然後我喜歡那個人的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那這個時候 而且這時候他們開始互相會去 經常跟對方約會見面 然後蘆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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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們越見到對方 越發現自己 越困難不去見到對方這樣 當大家要了解自己有沒有在戀愛的時候 就要去回憶這句話這樣 那就是他認為整個文明開始這個 變化這個非常關鍵的一個開始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差別心就出現了 偏愛心也出現了 比較心也出現了 可是 可是人類可以感受到一種非常甜美的溫柔的一種情感 也慢慢偷溜進你的靈魂裡面 只是這個情感也開始變成人最激烈的嫉妒的 憤怒的一個情感的來源 那他就講說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 嫉妒心就隨著愛而一起被喚醒 然後我們最甜美的感情 他卻以人類互相的這個 因為你開始嫉妒嘛 所以你可能就會跟別人互相去爭讀 所以你人類的鮮血就成為大家美麗的情感激品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一個非常關鍵的beauty 還有merit 還有其他的comparison的比較 還有這個嫉妒心 都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你看在這個之前 人類社會是非常美好的 沒有什麼需要比較的 這個時候比較開始出現 一切的問題都是在這個愛 所以不要太去守護愛 他並不是一件 在魯述來講他是一個文明過程中 並不是一個必然是一件 大概是這樣 那當這群 當他們開始這樣互動之後 開始互相比較之後 這群人他們就會開始更密集地經營一個 像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種 原住民部落般的一種生活 就是在這裡 阿魯述有一個詞 把他們稱為高貴的野蠻人 他們開始這個 經常會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雙方有魯述說 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和休閒的 共同生產出來的一種東西 那這些原住民他們就開始互相比較 那誰比較強壯 誰比較善於唱歌 誰比較怎麼樣 所以他們之間會有一些競爭 可是這些競爭 例如說來講 他其實是一件有趣 而且是他們覺得這個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這個所謂的 誰是公共上被認為是 可以被尊敬的一種 public esteem開始出現 大家想要選出一個最優秀最強壯 這個最有技術 然後展化最善於術化的人 這樣 可是這樣一種情況 當然也就是這個人類開始第一步 要跨境的這個不平等和邪惡的起源 這樣 那也因此這個時候呢 虛榮心啊 然後瞧不起別人的輕蔑心啊 還有炫啊 都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不太太明顯 明顯越來越激烈 那他有一個描述出很常是說 原本啊 你被別人傷害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你就跟被這個 一隻野狼傷害一樣 就是痛而已 你不會覺得特別的生氣或被侮辱 可是當你開始有一種 大家彼此要互相尊敬 然後他比較優秀 他比較怎麼樣的時候啊 你就會開始覺得 你希望別人也 認真的去考慮你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而且你會開始覺得說 你對別人對你的尊敬有一種權利 你看大家看 權利這個字眼在這裡第一次出現 你會覺得你有權利被別人 被別人慎重的考慮 或者是說我們就把它叫做 social condition 你會覺得你需要被其他人說肯認 你看在這個部落階段這樣 也因此這個時候 如果別人有意的傷害你的話 你不只覺得那個是對你的物理傷害 他不只是像一隻狗咬你一樣 一隻狗咬你你不會太生氣 可是如果一個人 他給你造成相同的傷害 他是有意的啊 你會極度的生氣 因為你覺得他在侮辱你 他不只是傷害你 而且他侮辱對你造成的傷害 比這個物理傷害還要巨大 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要去懲罰他 所以punishment在這裡出現 在這個之前 人類沒有punishment這樣的一種 心態和想法 punishment是在於你覺得 你被別人侮辱之後 你有這個權利被別人好好的考慮 被別人肯認 被別人肯認 可是他竟然還這樣子 有意的去傷害你 這個時候 你就非常非常的覺得這個憤怒 你就想要去懲罰他 然後這個懲罰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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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背後是帶著某種 這個報復在裡面 復仇在裡面 這樣 然後也因此這個時候 人們實際上是用這樣一種懲罰 來去維持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 這樣 所以他會看起來好像比較殘忍 比較殘酷這樣 可是對盧索來講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階段的人 大家能看到他描述 他說這時候的人 他們雖然這個amore proper 開始發展 而且這個是將來人們不平等和惡的起源 可是呢 他們不像這個時候的人 生活這麼的這個簡單 或是這麼的這個懶散 他們上海已經開始積極的做一些 有趣的這個事情這樣 然後他們又不像後面的文明的人 這麼的這個悲慘 他是處於後面文明的人 和最原始的人的中間 他們享受到amore proper 帶來的快樂 他們還沒有想受到 還沒有真的去承受到amore proper 和惡的極度的這個 這個困難的這個處境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的人 其實是最快樂的時候的人 人類最偉大的黃金時代 就是這個時候這樣 人類如果有意識的話 絕對不會想要離開這個時候 而且你如果去考察人類的文明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是人類文明最久的一個時候這樣 我們人類開始有明確的文字紀錄 可能就有2000多年對不對 而對如說來說這個時候 他事實上可能有幾十萬年 那人類事實上應該是要待在這裡的 人類根本就不會想要離開這樣 他這樣的形容是 這個時候是free 自由的 所以後體是健康的 是good 是好的 而且是誠懇的 而且是快樂的這樣 在這個階段這樣 人類最黃金快樂的這個時候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事實上如說這樣的論述 掀起了歐洲人的熱潮 他們就到世界各地去找原始部落居住這樣 這個是一個這個 我說了他的這個想法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人類人間會互相往來 但是往來相對上是獨立的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去做衣服的話 基本上我自己的住家就可以用魚骨頭 還有某些線頭就可以做好那個衣服 我想要刺青我也可以自己去刺青 所以這個時候的社會他們是很少社會分工 我不需要依賴其他人 我就可以這個過得還不錯 也許部落有時候要一起打獵 一起要幹嘛 可是這個依賴都不是一個程度很深的這個依賴 大家這個社會分工很少 但是如果也說 如果也說當你啊 某一件事物啊 它需要很多人幫你完成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這樣一個快樂的情境就沒有了 就消失了 所以Division of Labor啊 將會是嚴重威脅到這個情境的一個最 最基本的一個開始這樣 那人類事實上會永遠想要待在這裡啊 可是基於一些這個不幸的因素 會繼續發展 那這個階段如果把它叫做這個 Great Revolution 偉大的這個革命的這個階段這樣 這個階段就是 Division of Labor 人們之間的分工開始出現 然後財產權這個概念開始出現 然後財產權這個概念開始出現 第一個關於正義的概念就會開始出現 那會進入這樣一種革命階段 如說也說非常非常的納悶啊 因為大自然是讓你愛惜人類 是他的這個小孩子 所以大自然事實上不會想讓人民去發 不想讓人類發現野間樹這樣 因為你一般發現野間樹之後 你的整個社會就變得非常悲慘這樣 所以大自然是不讓人們發現野間樹的 所以森林大火啊 人們事實上是不會發現野間樹 因為森林大火的時候 燒帶就光凸了 你不會有那個 那個金屬變成液態被人類發現這樣 可是好死不死 有些人可能就在這個火山爆發的時候不離開 然後就看到金屬這個融化這樣 他們就學會了野間樹這樣 然後大自然想要努力的 把物化的小孩子的秘密就被人類發現了 然後這個時候 野間樹就開始被人類發現了 人類發現 我可以做出清楚來就是非常有用的這個器具這樣 然後農業也是 羅索貝說 人類其實根本不會想要去發展農業 當人們還沒有遠見的時候啊 你不會去想說我要犧牲努力的 這一季都在種稻 然後幾個月之後才能收成 這根本就不把想像的事情 你根本要忍受這麼痛苦的種稻 等到幾季之後的收成這樣 所以人類它的自然的傾向 最遠的傾向 是根本不會想要去耕作的 他們可能會想要種種很快速長大的蔬菜 他們不會想要種稻 或是種這個脈 那個遠見需要很強的一個強制的這個能力 你才能夠去忍受這個 緩慢的這個成長過程這樣 可是因為野金樹的發現啊 導致了這個等等等等的因素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細節 導致了人們開始對這個稻米 或是脈有非常強烈的這個需求 但又不夠這樣 然後就有人發現可以用這個 野金樹發展出來的那些鋤頭 去種出更多的這個稻米 所以這個時候農業就發展出來了 然後這時候人們就會開始發現 我可以去耕作土地 然後這些金屬發展出來的各種藝術 也開始不斷的這個枝眼出去 比V-gen of labor就越來越多了 就各種分工這樣 然後大家開始發現可以用這個 這個金屬去跟做土地之後啊 第一個財產權的概念就出現了 你會覺得說我勞力跟做的土地 就應該是我的 盧索會說在這個階段 洛克講的more or less 沒有太大的錯誤 人類在這個階段會有這樣一個想法 可是這個想法不代表說 那個真的就是公正的 那個只是那個時候 人們會有的一個普遍想法 可是這個東西在後來的階段 一出現之後啊 這樣一種想法 對魯述來講 洛克那的想法就不再 不再站得住腳了 不過在這個時候是站得住腳了 大家會覺得說 我更多這塊土地 它就是我的 而且我也很討厭說 我這塊土地後來被別人剝奪走 我會想要比較長期的能夠去擁有它 所以你就會想要制定一些 有關於公正的這個法則 去懲罰那些犯錯的人等等等等 所以正一概念就開始出現 那魯述會說 一旦這個分工出現啊 財產權概念出現啊 一切就是 像滾雪球一樣 不斷的 不斷的這個非常大的這個發展這樣 就是所有的藝術都會開始 所有人類知識記憶都會開始 不斷的刺激發展出來這樣 那原本啊 然後 原本人與人之間 確實有自然的不平等 有些人確實稍微比較聰明 有些人比較聰明 所以你們就怎麼樣這樣 可能那些原本自然的不平等啊 在這個之前啊 都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原本你如果就是一個不聰明的人 你就是一個智商很低的人 你就是一個精神上 手腳都是有一些身心障礙的人 你在自己身上 你不會有太大的不快樂 因為那些自然不平等 沒有太大的社會意義 你其實在這裡啊 因為你還是可以 沒有類似獨立的生活 所以你還是不需要太依賴其他人 所以那個不平等 還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可是在這個時候啊 不平等還是有意義的 因為當人們可以開始去耕作 去生通道去經營一個社會 一些能力比較好的一些人啊 他們就開始可以做出 生產出更多的這些東西 而且各種記憶又開始發展 所以原本的那個nature inequality 在這個時候啊 就開始變成有意義的social inequality 而且它會變得更持久 它的效應會變得更持久 更感覺的出來 而且它跟其他的環境配合 都會成為每個人這個宿命一樣 會徹底的開始決定你的命運一樣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時候 它所說的I'm not proper 就會開始這個 它用的字眼是interested 就是你所有的這個 想要活在他人的心裡面這個心啊 就會開始被這個挑起 它就開始被挑起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想要去跟別人去競爭 讓別人羨慕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去競爭的東西有什麼 就包括了財富和權力 因為財富和權力可以去幫助別人 也可以傷害別人 然後你還發現了這個 美麗 強壯 技術 這些個人的這些特質 那還有包括社會地位和social marriage 這些被肯定 它都是你可以拿來去跟別人競爭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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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這樣 可是呢 你要去擁有這些東西 不如去表現出你那些東西 因為大家精神很厲害嘛 所以大家就開始要去去偽裝 去假裝 你擁有這些 你比較聰明 然後你比較努力 你比較有財富 你比較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所以各種欺騙技巧就會開始出現這樣 那那這時候這個 大家會開始需要彼此 所以各種的需求就會開始出現這樣 而且這些需求不只是對自然 大自然這些享用品的需求 而且你也需要其他人 富人需要其他人服侍他 富人需要其他人幫忙他 然後你不斷需要其他人 就要去欺騙 讓別人願意幫助你 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那些人類的這個 各種黑暗的那些慾望就會開始出現這樣 那這個時候 還在這裡對不對 那魯述會說 這個時候金錢的發現 還要注意到這一點 導致地球上所有的這個土地 趕快就被占據了 因為他可以利用金錢不斷去做各種累積 和剝削的這個事情這樣 那你就發現有一些能力比較不好的人 有一些比較不那麼勤勞的人 他們就開始變成一無所有 因為這些財富 金錢 土地 都開始被繼承對不對 那繼承繼承的話 一生出來的人就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地球上的人都被占滿 所以他一無所有這樣 那你就還要發現一大堆一無所有的人 和少數的很有錢的人這樣 那這些一大堆的所有的人 就會想要去這個 去想要去希望這些富人可以幫助他 或者甚至去掠奪這些富人這樣 那這些富人就開始很忌憚這些窮人 所以他就開始想辦法去鎮壓 去欺騙 去奴役這些窮人這樣 那 對 那原本富人可能不會覺得奴役窮人 是一件特別高興的事 可是如果說一旦狼藏到了鮮血之後 他就不斷地想要吞噬人類這樣 所以這些富人一旦發現金錢可以去奴役人之後 他就欲罷不能這樣 就越想去奴役人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會進入 就會這個 這個所有人類的這個pation 就會這個沒有節制的這個爆發這樣 然後就會進入一個 這個最可怕的一種戰爭狀態這樣 然後這個戰爭狀態的一個前奏是說 到底這個財富是屬於誰的 這塊土地是屬於誰的 原本富人會說 是靠我的努力得來的啊 那盧梭他就很諷刺的會說 努力這件事情啊 那我告訴你 你很努力地阻一道牆 然後說這道牆之後的東西是你的 可是誰告訴你 你可以在這裡阻一道牆 然後你很努力地跟著這塊土地 然後說這塊土地的東西 因此你可以賣給我 可是盧梭會說 可是 可是你一開始怎麼可以去獲得那塊土地 獲得那塊土地 不是應該所有人都能夠同意嗎 這時候盧梭他事實上也去用 洛克的一種說法 他說 原本所有大戰爭屬於所有人的啊 為什麼你這塊土地之後 你就可以把那些土地賣給我 這沒有道理啊 所以當這個土地 所有一切都被佔滿之後 當窮人幾乎沒有利罪之地之後 原本洛克自以為 那種非常自然法 那種財亂的一個方式 就被盧梭徹底的質疑 也會被窮人徹底的質疑 所以這個時候會有各種不同的 對於這個財富的這個權利的宣稱 有些人就會說 這是我第一個佔據到的 所以我有先佔者權利 那有些窮人就會講說 窮人他因為他的需求本身 他就有這個獲得的這個權利 那強者會說這個 有權有力量的人會得到他 所以大家就這樣炒不完 就進入了一個這個 最恐怖的一個戰爭狀態這樣 那這種好像就像剛才講的 這個富人是最不利的 所以富人會想要提出契約 來去這個誘使窮人 會願意成立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來去保護每一個人的財富 特別是富人的財富 和每一個人的這個自由這樣 然後這個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起源 所以人類社會的第一個起源 他事實上是要去保障財富和不平等 而且是用法律和政府去保障 所以法律和政府第一個出現的原因 就是在保障富人的大戰之後 富人提出一個欺騙窮人的契約 讓窮人願意透過法律政府 去保障所有人的這個財富 所以窮人事實上是沒有財富的 所以窮人在這個時候是很吃虧的 但窮人覺得他自己獲得了自由 所以自由是一個窮人非常非常珍貴的一個 他在契約裡面能夠獲得的東西這樣 所以這部的起源第一個 保護的是一個財產和不平等 因為財產和不平等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讓他變成合法化 讓他變成是符合正義的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他會再繼續演變是說 這個人們會發現啊 如果我們有一個這個 一群專業官僚來去持續的自敵的話 大家政治生活會很不方便 所以大家會想要去賦予政治官員 政治權利去統治大家 所以政治權利的不平等是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是財富的不平等 那政務權利不平等 原本交付給這些政治人物的時候 盧索會說大家會覺得 選舉才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因為大家想要控制這些政治人物這樣 可是這個 因為這個選舉造成了各種慘烈的這個鬥爭 然後造成非常的不安定 所以有些政治人物 他們就開始票竊了政治權利 然後就成為了這個專制的這個君王這樣 所以專制的權利之所以被認為是合法的 那個時候歐洲被認為是合法的 被認可 他其實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 而且是一個最悲慘的一個階段這樣 那他認為人類的文明大概 如果你沒有徹底的去解決的話 你就是在這裡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循環 就是富人有權利的人 然後想要奪取專制權利的人 他們不斷的可能被推翻 然後又面臨這個內戰的威脅 你又鞏固了一群這個有權利的人出來去 鞏固社會秩序 所以大家就不斷在這裡循環一樣 然後對魯述來說 他如果要提出一個社會契約來去真正去 解決這個困難的話 他就要回到這整個自然的發展的過程當中去看 到底什麼樣子的關鍵在什麼地方 可以讓我們阻止我們這個活在他人的這個 眼光中的自愛心可以去自意的發展 我們要怎麼去克制他 什麼樣子的社會制度的形式 是我們需要去克服的關鍵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把這個contract 做一個真正公正的 符合每一個人自由的一個弱勢這樣 他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這樣大家可以嗎 好 那就不好意思說到現在 那就下課了 好 那就不好意思說到現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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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